台東縣有機農業發展協會 日前舉辦了第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由理事長陳立雪主持 邀請到農業處長吳慶榮參加 農業處長也給予最高的肯定與支持 有機農業的先驚 很多事情就是要重新去試驗 有你們去試驗以後就知道 其他農業才會知道說 有機這一塊怎麼去推 怎麼去經營 也很感謝各位在長久以來在這方面的投入 目前來講就像我們台東縣有700多公頃 在前省來講大概也占了第二名 在縣市來比的話 另外就是我們今年也爭取到 有機農業的一些推廣的經費 大概一年 目前連續四年 一年都超過有1000萬 也希望說我們有機協會 有關要推廣的 要行銷的 或者要技術指導的部分 我們可以跟中央在台東 當然像改良廠 農糧署這方面 我們會請他們來輔導各位 看有什麼需求可以提出來 我們再把它納到我們的計畫裡面 跟我們上級來做申請 好 謝謝 謝謝我們主持 會中進行講座 主題是有機農產品 以及有機農產加工品的標章與標示 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大家應該也都知道了啦 那再來就是散裝的部分 散裝的部分就是要在這邊多成立一個證書 或是同意文件 那因為散裝的部分其實我們比較少看到 對 比較少看到 那我只是拍 大概拍一下 理事長陳立雪表示 邀請到采源生態驗證公司的 張士玉講師為所有的會員說明 希望可以讓大家都清楚了解 畢竟要做有機農業這塊 本來就很辛苦 所以每個環節都要特別的注意 未來有機農業發展協會 也會繼續推動有機農產品的升級 東台新聞部發凌的採訪報導 中文部發展協會